后疫情时代全球跟病毒共存全力的冲刺观光 其中摩洛哥的游客已经恢复疫情前的水平了 而巴塞隆纳则是出现了游客大量回龙 造成难以控管人数的现象 人潮的流动也给病毒更多的传播机会 像是天气转凉了 美国流感呼吸道融合的病毒跟Omicron的多种新亚变种病例就出现了增加 美国国家海洋级大气总署还警告 今年北部地带将会迎来低于平均的天气 接近傍晚摩洛哥马拉卡舌的德基马广场又开始热闹起来 店家忙着将大锅炖煮任腾腾的小吃端上桌 德基马广场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聚集了超过60个传统小吃摊贩 从羊头羊脑瓜牛到各种炸物和现价果汁应有尽有 而到了夜晚人潮更是络绎不绝 如今已回归疫情前每天出餐一万份的水平 同样观光成功复苏的还有巴塞隆纳 人潮甚至多到市长提议将每日入境游客上线砍半至一万人 以应观光发展带来的过度拥挤和污染等问题 旅游业是巴塞隆纳重要的经济来源 占GDP的15% 并且直接雇佣11.5万人 虽然今年夏天的数据尚未出炉 但官方估计游客数只略低于疫情前的15%到20%左右 至于泰国借重泰铢贬值 有望吸引观光客回流 财政部预估今年经济成长渴望增加3%到3.5% 明年则达到3.7% 游客数也将恢复至疫情前一半 以后时代世界各国全力冲刺观光 但人潮的流动也给病毒更多传播的机会 在美国包含德州乔治亚 北卡罗莱纳 田纳西 华府和纽约市的流感疫情已出现高度传播的迹象 其中卫生单位发现美国少数族群 包含非裔 西班牙裔 印第安娜和阿拉斯加原住民 比起白人更容易因流感住院 而且接种疫苗的比例也相对更低 另一个激增的病例是呼吸道融合病毒 症状与感冒类似 包含发烧 咳嗽 喘息 食欲不振 疲惫和呼吸困难 但对幼童和年长者来说 有更高的重症风险 虽然目前并没有疫苗可以预防 RSV病毒 但专家表示像是勤洗手消毒常接触的表面玩具 不共用餐具和吸烟都是可以降低风险的有效方法 对新冠病毒也仍然不可掉以轻心 欧姆克隆演化出的多款亚型变异株 BQX系列 病例已在欧洲和新加坡快速上升 并占全美上周近三分之一的新增感染 全球都高度关切 但又将掀起新一波冬季急针槽 不过除了防范传染病 今年冬天恐怕也不好过 美国国家海洋季大气总署预测 今年美国北部的气温将低于往年平均 迎来更湿更多降雪的季节 反观南部和东部沿岸 却会面临高于平均的温暖天气 主要原因就是连续三年的反胜阴年 另外西部大平原和部分东南部 已经面临极端干旱的地带 缺水的情形恐怕持续货灾恶化 极端气候肆虐病毒蠢蠢欲动 秋冬季节炎正以待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